明德豆瓣酱在钢山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 《钢山政记》记载 1950年刘明德先生随军队来台创办了明德食品 专门制造辣豆瓣酱文明全台 2000年第三代接班人刘宇邦回来接手 他直言起初接手时很没有方向感 不仅市场消价竞争 有许多的年轻人也未必知道豆瓣酱的老味道 但是经过思考之后 还是决定坚持传统无添加酿造方式 也致力于建立品牌形象 打造全新的包装和行销手法 希望让这样的一甲纸郡春味继续传承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为您制作的用心爱台湾 其实我觉得做产品没有特别的秘诀 其实就是真材实料 我们用最丰富的最充足的原料去做成的酱 因为一般人都会说 你这个酱料是不是可以加点水啊 或是水多一点 或是冲一些东西就可以去拿来冲量 其实不是 我们的味道好并不是靠添加出来的 我们确实是靠真材实料 然后透过时间的酝酿去把它做出来 刚刚你看到它上面水的是615毫 那到今天已经超过了三个月 跟一般我们发酵的时间会抓 差不多四到六个月的时间 豆瓣酱其实它跟酱油蛮像的 我都说它是兄弟丹面的 那主要的原料有 我们的柯瓣酱有黄豆还有蚕豆 那辣味的来源那当然就是辣椒 那黄豆或者是蚕豆 我们会先经过蒸煮 然后冷却 然后再来就是接驯 这个菌其实就是豆瓣酱专用的一个菌种 自取 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加盐水 在瓦缸里面酿造120天到180天左右 等它熟成了之后呢 再搭配我们的辣椒 调配成辣豆瓣酱 明德豆瓣酱 明德这两个字啊 是我祖父的名字 它叫刘明德 那因为我们就用明德这两个字 当作我们商标的名称 那当初会有钢山豆瓣酱 是从它开始 因为当初其实它是跟着空军的军队 来到了钢山 那因为其实在当地在这边呢 很多这个四川来的这些菌营 他们都觉得说 这个有家乡的味道 所以就慢慢慢慢就传开了说 这个明德先生做豆瓣酱很有名 其实早期我相信很多做食品的老一辈都会说 那自己做的东西要改的事才卖给别人吗 那我们是要好吃 那我也希望说把这些好吃的东西 然后推广给我们 或是介绍给我们的朋友吃 小时候啊 记忆中的时候 因为其实物质缺乏 那因为那时候住 反正你搬在路边好有摊子 所以会卖那个卖大碟 我们就会小时候买一块大碟 拿大家分切 然后就沾这个豆瓣酱吃 虽然说当初回来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半推半就 因为总是父母希望说 期待说可以回来接这个家业嘛 所以其实遇到的问题 就是比较没有一个方向感 那到底我的产品要怎么做 尤其是那时候 我大概在两十年来回来 就遇到了 其实不是很景气 那时候又有一点点通过解说 大家都是杀架竞争 加上食品业 其实门槛并不高 好像说做食品的 大家谁都可以进来 所以是在这样的方向下 后来去思考说 那我是不是先从一些重点开始做 因为其实毕竟它虽然是柴米油盐酱出茶 但是我们也住了这么久 也算是地方小有名气 所以我就先聚焦再把它稍微精品化 精致化 因为本来我们就是走纯亮照的制程 那我先从改包装 确认我们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形象 把它包装成伴手礼 让说我们在地的人都可以透过送礼来 推动这样的场景 不得不说我们之前发生的一些食安事件 反而又对我们来讲有帮到 因为其实我们在改善体质的过程中 慢慢慢慢去建立一些制度 反而食安事件能够凸显说 纯亮照没有添加物的产品的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家东西我就觉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匿名 其实就是真材私料 然后诚实的反应给 就是额贵给消费者 感谢你 感谢你 所以你 要让我 Almaget 你 感谢你 热 看你 患